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双方都表示进行了深入沟通 而且双方都表明愿意继续进行对话 我们认为这次会晤是建设性 我们认为关键是坚持政治解决的正确途径 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 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正确方向 朝鲜和美国是半岛问题的关键当事方 我们希望美朝双方坚定信念 保持耐心沿着正确的方向谈下去 谈出新进展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符合各方的利益 中方自立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并为此发挥了积极建设性的作用 中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 做出积极的努力 中方操坚定信念